今天这个最新的消息是在 战火下枪林弹雨中 波兰捷克还有斯洛维尼亚的三国总理 来到了基辅艇乌克兰 他们说在会议中 还伴随着爆炸声响 不过欧盟很快撇清 说欧盟并没有授权风险自负 我先请教亮哥 这摆明了就是一场政治动作 那这样的政治动作 有什么样的一个实质帮助呢 还是就是一场秀了 不这个就是欧洲的一些个别的小国 那他们刚好都是属于斯拉夫族 他们就是所谓西斯拉夫 那乌克兰是东斯拉夫 那我觉得这样也好 就表达仗义来听你 听说还会捐一些钱 财政的资源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德国法国在干什么 德国法国为什么不去呢 对不对 那欧洲据我了解 欧盟 事实上这三个国家就是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国家 那结果德国跟荷兰又另外组一个集团 他们表示反对 所以恐怕这个才是真相 真相就是欧盟的主流国家 认为还是要照程序来 那这三个国家就说我们要用紧急的个案 让乌克兰立刻加入欧盟这样 那你就看出政治还是很现实 就是国际政治 你光是想一想嘛 波兰是愿意捐米格29的国家 然后波兰说我不能单独面对俄罗斯 可不可以请北约出面 或者是不然我捐给美国在德国的基地好不好 美国都不愿意 对 你去想 奇怪 你明明就比我强大 美国也不愿意 德国也不愿意 法国也不愿意 那只有我们同属斯拉夫族的 这个西斯拉夫三个小国出来 表示同情乌克兰这样 那可是这样 也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国际政治就是 就是实力忍者 我们说实在话 所以说我们也很同情乌克兰 可是我们知道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你大概可以得到一些捐助 那我也知道 就是他确实得到蛮多捐助的 可是他最需要的是 是军员嘛 而且即使有军员 也不一定能够撑住局面 因为比如说那个克尔松那个城市 我现在早上看到一个消息 是整个克尔松那个州已经被占领 对 全面占领 全面占领 所以就基本上 当然了 将来俄罗斯有犯一些战术上的错误 那也许被你击毙了一些人 击掉几个装甲车 击掉几架飞机等等 可是都不足以扭转战略的大局 你最后还是会输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努力想办法 来设法得到比较好的谈判条件 这个才是解决 解决问题 面对问题的务实之道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我知道 责任司机接下来还要视讯对美国国会演讲 对 下午 就给他感觉就是 差不多快到了 他现在还是都在做那种 然后昨天对加拿大 我知道了 可是就说你现在他都还是跟这种 徐伟演讲啊 道德高度的诉求等等 是不是他也真的没招了 他还能怎么办 那就好好跟大国讲说 什么是你可以接受的条件 这个是很残忍 我讲国际政治是很残忍 那要想办法 透过朋友 去请普丁降低条件 这也是一种 对不对 可是你要做类似的表达 不然你这个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数字 真的触目心惊 说如果这个月结束战争 这个月三月 那乌克兰的经济成长是-10% 今年 如果是下个月结束战争 那乌克兰的经济成长是-25% 然后乌克兰目前的通货膨胀 就已经25%了 你这样怎么过活啊 而且你现在财产损失 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 所以我讲白了啦 还有难民的流离失所 去欧洲还要回来那整个过程 今天增加到300万了 对嘛 我的意思说你光去想 这些问题啊 你头皮不会发麻吗 对不对 那你现在还在想一些 做道德诉求 不是在解决问题吗 因为时间越长啊 你生命财产被破坏的就越多啦 对 那你复健就更辛苦嘛 我的意思说你应该从这个角度 去思考这些问题吧 而不是 还是在做一些道德上的诉求啦 理想上的诉求啦 你明明知道你诉求的那些国家 都是没有理想的人嘛 他们不会基于理想来做政策嘛 可是外交 寻求外交途径就是卡关啊 就是卡啊 我觉得 不啦你寻求外交途径 就是他是跟人家要军援嘛 可是还没有进入谈判的 一个寻求外交途径嘛 你现在有谁知道乌克兰的底线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了 他那六大条件普丁开的会全通吗 他完全没有回应啊 不他当然不会全部接受 可是他完全没有回应 就这个时候你应该开始要试图提出赴案了吧 因为他现在会给他感觉激同压降 比如说乌克兰的诉求是 平我 撤军 要对我做赔偿 对 那这个谁会回应你啊 对不对 那普丁的六个诉求你都没有回应啊 所以现在是两方在激同压降 那因为激同压降 所以俄罗斯就继续提高战火嘛 然后乌克兰的生命财产就继续损失嘛 因为战火发生的地方是你的国家 你要想来是这个问题 每天伤亡的生命跟财产都是你的损失 这个就是现状啊 所以你是不是要赶快 你做内部的讨论 说大概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接受 那至少你要对国际喊话啦 就比如说你可以呼吁大家进来斡旋啊 之类的啦 变成是纽约时报在呼吁中国进来斡旋 中国也是老练啦 中国就说 这种议题要多方斡旋 那我觉得中国就是联想到伊朗的核协议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联合国的武昌嘛 加上欧盟跟德国 那才搞定了那个协议 坦白说这一局啊 你一定要把美国拉进来啦 不然这一局是不会结束的啦 那谁有能力把美国拉进来 欧盟一定要进来嘛 法国 德国一定要进来嘛 我觉得中国也很清楚这个状况 你不可能叫我中国去拉美国进来嘛 一定是法国 德国 欧盟你们都要出来嘛 那就会是一个多边的 那一定也要有中国的角色吧 是啦 没有错 所以我才说武昌嘛 武昌啊就是一定要加上欧盟嘛 这个局我认为没有这样 真的那个协议会签不出来啦 而且那个力量才够大 才有人去劝乌克兰 协议 他说这最快一两个星期内 乌克兰说要签和平协议 那他自己讲的都不算啦 因为事实上他没有回应这六大诉求嘛 那怎么可能签得出来 可是就是说这武昌这种力量进来 可是今天又要继续谈 那谈什么呢 我就是不知道 我跟你讲现在真的 你如果没有够分量的第三方进来 就是这样啊 谁去谈条件 对 比如说你现在去跟普丁讲说 你那条件太柯了 我不能接受 这总要有一些人帮你提这个话吧 那也要有人跟乌克兰讲得上话嘛 那我们讲到彻底一点就是 美国跟乌克兰讲得上话嘛 对 那中国跟俄罗斯讲得上话嘛 就是这样嘛 那可是 他们都不是欧洲的当事国嘛 所以他们当然希望 法国 德国 欧盟能够进来嘛 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啦 就美国好像不太想谈了 那因为拜登 3月24号要访问欧洲 他要出席北约峰会 那我被问到说 那会不会最少跟泽伦斯基见个面 可是白宫说战无此规划 因为他他现在真的还没有想要劝和嘛 你不觉得吗 完全看不出来嘛 对 那美国纽约时报你为什么不去呼吁美国介入呢 对 他反而是去劝中国 不想劝和是什么心态 这一局大家心知肚明嘛 就是 有利于美国的就是北约巩固 然后 包括美元的地位嘛 这很清楚嘛 那让他的对手 长期的老对手俄罗斯 陷入泥脑 拖垮他的国力 然后损伤你的军力 对 那当然乌克兰就非常可怜嘛 那这一局我觉得 我现在也不想谴责美国什么啦 我现在是说一定要有一股力量 把他拉进来来参加谈判 那当然下礼拜拜登要去欧洲 这是好事 那欧盟跟法国德国就要发挥这个力量 所以拜托你跟我们一起进来谈好不好 就是这样 只有这样能够才能够迅速解决问题